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周苗鴻 陳教授 電器博士 今天來這裡討論鄉親高娃弟兄 高娃什麼弟兄呢 來 下個來 一生都在詐騙的女人蔡英文 我們從張亞中博士的被閉嘴 看國民黨現在是如何的被蔡英文掌控的 不才報出蔡英文 你何時下台 喔 欸 什麼啊 張亞中會被閉嘴 欸 實際上蔡英文呢 隱形的所完全掌控了國民黨的高層 欸 這可能鄉親大家不相信啦 但是喔 我今天呢 跟我們鄉親好好慢慢說 讓我們鄉親了解一下 來 Headline 一生都在詐騙的女人蔡英文 從國民黨主席的選舉 張亞中博士的被閉嘴 我們來看國民黨現在是如何的被 民進黨這個蔡英文掌控的 蔡英文 你這個北柴博士 你何時下台 你這個北柴博士何時下台 是這樣的啦 來 電極博士 鄭廟宏 是這樣的啦 張亞中應該是國民黨的 董主席的出現 好像二千筆 現在在判英文在籌竄的閉嘴 那就是蠟燒 應該國民黨的董主席的選舉 大家都沒有關係 是怎樣 所以說張亞中他也遵循了 自由民主小學的基本制度 他把他的政見講出來 我們聽他的政見 真的是揪盡土地的聲音 大家你們聽到 我讓他聽一下 他怎麼講話 國民黨難得講到這種起死回生的 他的政見 他說得很清楚 張亞中博士的政見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他要募集三億的基金 把這個三億基金 當作捲擊這個賈博士 蔡英文的污點證人的退休金 的虎系金 因為他們如果出來當污點證人的話 可能會被蔡英文的司法支部追殺 他這三億元一下就醋倒 他講的第一條政見 就是一定要查清楚 蔡英文這個賈博士來龍欺瞞 一定要查清楚 甚至於共同犯罪 掩飾蔡英文犯罪的一干人等 通通要抓起來 通通抓起來 這種話相當接近地氣 藍的 立的 聽了都聽得鬆了 整個LP都很爽 這個講的是接地氣 非常接地氣 而且這種內容也驚動了藍的 立的 現在後面動作刷出來 夭壽喔 國民黨的高層 竟然要把張亞中推到懲戒 把他交互懲戒 而且也不准再做國民黨的政見發表會 因為國民黨的政見發表會一定在電視上 國民黨都已經跑到網路上面去了 都已經在 我想東升應該會轉播 沒想到 國民黨的黨主席的出現 張亞中這個相當落實 基層土地人民聲音的政見 我的好朋友 南部台南東三公里的好朋友 大家卡丁來跟我說 我夭壽喔 這張亞中說這才有讚 好 和我們這 勝利的獨派 大家聽到都打破了 哭死了 想不到 想不到 國民黨的高層 不辦 被要求不辦 現在張亞中的政見裡面最偉大的 政見發表會 而且要把張亞中交付懲戒 而且不准他再講 我看 我看國民黨 我們有一支 我看國民黨 已經被一支隱形的手 轟嘴了 轟嘴了 所以說 我就說 出門 搞了半分 現在張亞中的政見裡面最偉大的就是 聲討 蔡英文教博士 我就說出門 你如果是真的博士 不然你是在怕什麼 不然你是在怕什麼 張亞中我看他 Double PhD 那不是寫在吳廷光博士一樣 張亞中那個博士 第一個博士是德國博士 第二個博士是正大 國力正大的國家級博士 出門 不然你是在怕什麼 對嗎 所以說 我說啦 我說一個比較快的 蔡英文的手 已經隱形了掌握了國民黨了 而且 國民黨的高層全部被他 所以說他發出了這個命運 透過隱形的手 隱形的管道 都控制了整個國民黨主席的選舉 我說出門 快一點 我說出門 蔡英文是蔣順美林的人 他從出國去讀書 用亨利六十的獎協金 打打打打打 所以說現在割英文 在不知不覺中 讓台灣人回到 蔣順美林當初 對台灣執政的情形 這樣說起來 台灣人 包括國民黨 你能夠接受嗎 你能夠接受現在割英文這種 蔣順美林的 嫡性子弟 對台灣的統治嗎 我們現在說 因為台灣現在 從二十世紀已經邁入二十一世紀 台灣的主義民主已經發變到這裡 你的貪金割英文一種通知而已 而且國民黨早已經被收編了 國民黨已經被收編了 所以說 去年一月十一的總統代算 大家都覺得符合 大家都很懷疑 說這個一定有做票 不可能票開出這樣子 新年後來跟我說 割英文實際的得票數是多少 所以說 現在 國民黨在去年一月十一號 國民黨高層裡面 他們呢 事實上不簽票 不簽票 而且還配合 對做票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不打緊 還跑到美國 當民主政不動賣活 賣什麼活 他是馬英九的愛將 羅志強還到美國 對那些台僑 對那些華僑 幫割英文賣活 賣什麼活 沒有做票啦 民主政不動賣都沒做票 要求我 是敵是友 我都搞不清楚了 我看到因為傳說中 大家在傳說 有做票 而且大做票的時候呢 在那個最緊急的 key time的時候呢 怎麼會冒出 羅志強跑到美國去幫 揣摩滅活 搞了半天啊 江宋美林的人全部喔 全部喔 全部都同一家的啦 同一家的啦 同一家的啦 所以說喔 所以說喔 夭壽啊 台灣人 有法大人接受 只不過 蔣宋美林的 的的的的的 金星喔 轉換成蔡英文 進入台灣 統治台灣啦 所以說台灣的 自由民主喔 從21世紀 又返回到喔 1949年 蔣宋美林 統治台灣的時候 那個情景啦 所以說喔 我說的 對 不對 我們鄉親自己去找啦 自己去判斷啦 啊現在喔 喔 我有一個紐約的一個媽媽喔 她一天幾乎打三次風對話給我耶 她打電話給我 她最近喔 一直跟我強調一個重點 說喔 張亞中啦 她是 她心中張亞中 因為她是喔 美東喔 紐約 紐約那邊喔 的喔 反共 愛國 同心會的還怎麼樣 她非常喔 她看現在的國民黨 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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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代表性 你代表台灣人嗎 去跟習近平講和平協議 和平條約嗎 我跟你說啦 習近平的根本不會把你看在眼裡 你不可能有代表性 我們先不講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一向 他的本質是欺騙 他的本質是欺騙 我們先不講這個 習近平的 拜登就沒在收藍 美國總統拜登要跟他講對話 他也沒在收藍不快吃了 甚至於上一任的總統川普 跟劉鶴他們一群人所簽下來的 關稅的修正的如何改進促進 中美兩國的貿易協定 習近平在海邊放的 所以說習近平 這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左派傳人 他根本不把拜登看得很難 他也不把川普看得很難 他會把你張亞中看得很難 張亞中不要笑死了 這是劉鶴玉骨 這個媽媽說給我聽的 他是緩共愛國同心會的 這對我們國派來說 但是他每天都就給我打電話 昌亞中你想去跟習近平 去這邊的談 你想跟中國共產黨談 我跟你說 台灣人的下場只不過跟西藏 達賴喇嘛跟西藏 跟東突厥斯坦就是新疆 以及跟香港 因為50年要馬照跑舞照跳 結果 台灣人只不過是跟香港 東突厥斯坦以及西藏 一樣的下場 這是劉鶴玉骨媽媽跟我說的 說叫我交代 一定要跟張亞中說 張亞中我可能不太方便 那我就在這個點台上面 我就直接講 請問視張亞中的人 請張亞中旁邊親近的人 跟張亞中講 還有我最近剛才說到這裡 我去看我的觀看紀錄 我發現YouTube告訴我 所有觀看你的節目的人 有訂閱的人 只有40% 全部都是沒有訂閱我的人在看 沒有訂閱我的人看我的節目 他的比例是53% 所以請我們鄉親 來訂閱一下 我如果上去 你們就小鈴鐺就噹一下 我是在這裡說一碗 拿錢 所以說劉鶴玉這個媽媽 她就一直講 他這段中國共產黨 他們綁架了全部的中國人 綁架了全部的中國人要付死 現在我們台灣 跟中國的系統 你夭壽 綁架全中國人包括台灣 夭壽要做宴頭 所以說習近平跟美國總統 拜登 川普 就給他害兵來放 他會離你張亞中 所以說台灣呢 現在是進入了上世紀 跟上世紀七零年代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一樣的 一樣的什麼東西呢 歌功頌德 粉飾太平 隱瞞真相 毫無作為的社會了 你 我的納稅前 都被貪污官了 貪不官了 不夠 如果這些當官的 民主政部長 創英文這人 詐騙慣犯 我今天在表達有一次 一生母都在詐騙的女人 我前幾天講說 一生都在收謊的女人 現在改成一生母都在 詐騙的女人 她收謊的目的就是在詐騙 所以說我們必須 把蔡英文的所有的動作 做出與時寂靜的檢討 她現在不只一生都在說謊 說謊的目的是一生都在詐騙 來 再說起來 現在這段 這段創英文為所的任性 政治經關黨 事實上它能是變成 蔣頌美林的化身 把所有的納稅錢全部貪污光 貪污光也不打緊 錢不夠 沒有預算不要緊 上街開發單來 上街 我們所有 甚至十字路沒有什麼都把你 用那一生意把你起來 把人民當提款機 用力的提 用力的提 這就是我們可憐的台灣人的金銀 如果說他們把這些 台灣很好的 台灣要求好的 如果他把台灣人的納稅錢拿出來 做出社會福利 有關銀化族的照顧 有關嬰幼兒的免費托嬰的照顧 我沒在那邊說 所以我一直在說 說我們台灣 伊蘭台灣你想想看 所有的 20幾億開下去 印那個莫名其妙的券 那20幾億 20幾億 就可以讓 全台灣所有的國高中 所有的免費午餐 一年免費師啊 這是我們 現在給這一年建立 說20幾億 20幾億嘛 到底放那麼多 所有的公共到底放多少 我不知道 我們鄉親自己 有建設 有投資就有 嗯嗯 到底這個貪污的管道 貪污的結構 現在民主政不動在這裡 貪污的結構 因為已經 已經金譽求金了 已經變成真正的 而且中国国民党的高层完全被揣门 他们这些人全部收买光了 所以说我们立法委员行统会晤 所以大家立法委员包括民进党 国民党都同样 都变成会晤 纯粹在跟你演戏的 事实上脖子已经拿多少 水账是什么 水账是我们台湾人 应该有的社会福利 不然纳税的钱 应该我们台湾人你要知道 加值税每一笔交易的过程 每一笔交易的 以前从四个月到那个物理管理 物理管理每一个交易的过程 生产的厂商送到第一手的 第一手的 一手一手下来都要扣百分之五 那个交易业平凡 扣水扣得越多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在哪里 是不是在日本买我们的东西 用来扣百分之五 这个交易税就扣了 台湾的税收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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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那总部 总部揣摩您这种汤污光 那有没有汤污光 我告诉你 汤污吃了之后 有汤污吃了之后没有 你给他看他的建设就好了 过去八年 我要说一下 改变台湾所有的交通的硬体结构 第一个开仙河中建国 中建国他起了一条高速公路 南北高速公路 让台湾的整个交通结构改变 彻底改变了台湾的交通结构的 阿宾 阿宾做八年 阿宾做八年 你看看 夭壮 我们来看 这个高铁 高捷 高速铁路 高捷 再来北捷 台北市的捷银系统 来 再来雪山隧道 再来101的101大楼 台湾的代表性建筑物 再来北中南第二高速公路 还有24680的横向 接中山高跟北二高 中二高 南二高 24680的快速道路 然后大潭的发电厂 然后还有什么圆山子分红道 还有老年年金 老农年金 那个阿宾以前说没有 所以你如果把阿宾消灭掉 你看看台湾就回到1949年 刚才像蒋经国那个时代高速公路 我们台湾的交通结构 最重要就是这样 如果把阿宾消灭掉 所以说阿宾这八年 他做那些事情 同样是2.5兆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阿宾做那些事情 马云旧八年 揣人们现在五年半 做什么 做什么 这就是公共那些都废话 公共那些都废话 你把业绩扑出来 把业绩扑出来 这间是来在上下齐作 把你的纳税钱全部吃光的 这样听着有吗 你如果说人家出院的时候 有COVID-19 COVID-19 特地又搬发了差不多两条 让他们去解决 结果呢 要打疫苗 没疫苗 要纾困 给你扑一个 什么三倍剑 什么五倍剑 我跟你讲 敲锣打鼓一切都在诈骗 一切都透过谎言在诈骗 所以说要评 真的揣人们 马云就他们这些 如果要扑 旁边就评评 要评评 真的是 鸡腿比向腿 真正我说得比较适合 我们这个赖席天 赖席天这个乡亲 他就说 刹英文 这部立共家台前 根本就是刺客 恶人 小托比屋主还嚣张 蔡英文呛蒋伟林 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所以说现在是小托爬上 他们这些是新额 人民是新额 所以说我的好朋友就去 他到荷兰去上班的第一天 所有的公职人员 所有公务人员上班的人 他就说 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薪水 全部源自于人民 我们的老板就是人民 人家要识了 识了 采购荷兰的签证官 他20%的经验 他就说了 他就说了 人民 政府是人民的公普 人家确实都做到 一切都是考量到人民 不是的 我们现在的儒家思想 民可使有之 不可使之之 所以说我也是恍惚在检讨台湾 日本人他们的民智维新的托亚路 真的是有他的伟大的地方 改变了数千年日本的历史 以及他们的思想文化 所以说日本人 冠水准就是这样 现在来 收到撤文文他们这些人 我们台湾 国民党也不算钱 民政党也不算钱 我们不用烦恼 这边可能 会有一个第三势力会出来 你如果说第三势力 你不要跟我说 什么时代力量 那个笨色洞 这是我个人私底下 给他们的称呼 那出的文字的 你们如果不相信 我跟时代力量那边 有几次的互动的经验 他们发出来的文 咬文绝字 每一次几乎都是蔡英文派出来的东厂 逸林金 因为我当初会跟时代力量 有所overlap 是因为我曾经很景仰太阳花 我才年轻的 结果呢 太阳花 黄国昌他们去组织一个时代力量 结果时代力量呢 我以为他们充满了理想抱负 我想说可以利用时代力量 这张总统候选人票 让第三势力出来 我跟你说 结果呢 结果 譬如世民世民 真的有够牌看的 是说他们给我的虔诚 写的真是 特切人是特切人 但是不知廉耻 这是我过年 是不是 跟时代力量 会温温温暖 如果有最后知道 我就把这封信 他发给我的公文的信 让我们乡亲参考 OK 来 所以说 有一个乡亲做佛事 他就讲了 请有利人士 打电话给台积电 请台积电要支持社会运动 再搞下去 台积电连订单 都会被蔡英文带摔 台积电 买了五百万剂的疫苗 自己员工都打不到 打电话给台积电 请台积电出一亿个便当前 大家上街包围总统府 他说这个建议 我听一个很正常 因为台湾已经完全失去了正义公益 台湾的所有的每年 中央政府2.5兆的议算 全部被蔡英文放在口袋里面 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他搞个1450晚金 在网路上追杀你 你都不晓得 来 这个座头是一个共工 包围要钱 为总统府为他的一个业 第一个三亿 我看总统府的屋顶都会占满人 连旗杆都爬上去 包围要求诈骗总统蔡英文落台了 拖出来的奸 拖出来的奸 奸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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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忍一忍 过后台湾优良的友善正直乐意助人的心性又会再走回来 现在是这样 现在所有的执政党在野党立法委员形同废物 连国民团要求你到底疫苗买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连你三加十一的隔离政策是怎么样 都拒绝了 所以立法院形同稀设 所以台湾选国民团也不可以 尤其选民进党也不可以 因为民进党和我感觉 比以前的国民党还好 因为国民党在头脱脱脱脱脱 还不敢给你看到 被你看到都知道了 民进党是明目张胆的 在你面前做菜给你看到 我都担心 把你推出什么话跟你说 所以我不知道 我对党设计在支持的民进党 本土的民进党 变了一个窄门进来 变了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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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娜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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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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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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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以彭政的学历以及他的学养 他如果欺负于蔡英文的话 他吃喝享用不尽 但是我们这个讨历人 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性 我们有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理想性 我们不会跟那个垃圾人 一生命都在诈骗的人 我们讨厌跟他们同有何无 所以说刺人们起来 你要看他后边站的 全部都一些牛鬼蛇绳 我们一看就不对 因为那个气场 那个磁场完全互不相容 你叫我们这里 这个牛鬼蛇绳站在一起 我们没办法 当然他们也没办法接受 我们这种重点的气 所以说这种磁场是互相排斥 国民党里面就是出一个张亚忠 他的磁场是公平正义的 看不到他有理想性 他有WBG 他有酸酮的理想性 所以说一跳出来 靠近土地的话 说出来 说出来而已 到正面就是已经募集了三亿 准备消灭 准备把蔡英文 如果真的是贾博士 确确实是贾博士 他就要把他抓起来 管得让他抓三亿 所以说蔡英文 禁止让张亚忠闭嘴 而且交付成绩 我不知道他交付成绩是反对来的 我都看不到 这是接近人民允土地的声音 甚至我这个胜利的独派的 我都说川战的传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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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干利文这个1450dess 捏造了一个LINA exemple 1050捏造一个LINA 大肆攻击彭文正 我说一下 hundred Ont 받아 那真正 elimin 还无时不刻 创造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人要攻击 攻击彭文顿 真正 聽好 我告訴你 他說彭文正吃這個話題 要從YouTube賺錢 我告訴你 我現在每一天的節目都被黃標 什麼在YouTube上被黃標 什麼叫做黃標 鄉親你看一下 這叫做黃標 這黃標就是你的盈利受限 所謂盈利受限就是說 不好意思 你每天的廣告就自動給我黃標 黃標就是沒有收入 你在講的有多少個觀眾來看 都沒有收入 一鵬正他的出生 以及他的學識 學識以及他的Qualify 他的拼頸 他如果跟執政當局點頭低頭 真的吃清不清 我們這種獨自人就是有那個理想性 尤其越艱難的時候 越危險的時候 我們又會跳出來 所以說聲欄裡面有個張亞中 他講出土地人民要講的話 聲欄裡面彭文正也講出來 哇 曾苗鴻斬高雄電機博士 我會看不下去 你們白鴻冬茶也賣出來 我們講這些東西 我們上YouTube 都是被黃標 所謂黃標是沒有收入的 是說有鄉親在幫他支持鼓勵 所以說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所以說不要捏造了一些 這就是在公家裡面 當要升官的過程 或是有預算什麼的過程 黑漢就出來 這就是黑漢 這個LINA 這是標準的黑漢 所以說今天這個主題 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一生都在詐騙的女人 揣英文 我們從國民黨主席出選 張亞中博士的被閉嘴 來看國民黨現在是如何的 如何透過隱形的手 被揣英文掌控的 我說一句結論 揣英文你何時下台 這就是我今天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對不對 鄉親來我下面給我留言 我都接受 OK 以上 拜託一下 我的觀眾裡面 有53%沒有訂閱 所以請我們鄉親訂閱 YouTube畫面的右下角有一個訂閱 然後小鈴鐺鐺下去 我今天也是剛剛看才知道 說我看我的觀眾 百分之53支 都是路人甲路人儀 都是沒有訂閱的 所以請我們鄉親到訂閱 小鈴鐺下去 我的節目上來 你們就看得到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謝謝 謝謝